黃金本身隱含著另外的通脹預期 按照整個過去的線性估算 目前黃金的價格在2000塊 現在10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在3.3% 也就是按照整個通脹預期的估計 以長期的角度 黃金現在價格隱含著 世界的通貨膨脹會大於4% 長期有沒有可能長期通脹大於4% 這就是黃金價格高估還是低估的關鍵 假如長期通脹沒有達到4% 目前黃金價格跟利率這關系就出現了泡沫 假如黃金價格為真 代表長期的通脹會大於4% 我們再換算成美聯儲的官方利率的趨勢 那代表美聯儲會升息到8%嗎 會不會 應該不會 假如不會 通脹局不會發生 中間不發生 黃金價格有高估的疑慮 換下也給我